好,大家好,我是Teef,然後我是G0V臨時小學校的專案經理 然後其實剛剛大家看到小猴的那樣子的提案 其實這是G0V臨時小學校就是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希望除了青年或是各個世代 就是我們希望除了青年他們知道說 我們可以用數位協作開源的方式 然後發起一個專案 解決一個生活中觀察到的問題之外 我們也希望這樣子的模式這樣的素養可以在更年輕一代去發生 那為什麼我們覺得可以開始做這樣子的事情了 主要是G0V其實已經十年了 這邊有非常多的數位公民 然後他們有很多做專案的經驗 那我們就開始在想說 那也許G0V的這樣子的精神跟文化 我們可以轉換為一些教育上的養分 包含我們認為說 我們可以開始從G0V去培育更多的孩子有數位公民力 然後跨域跨齡的自學力 然後還有更好的協作力 那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講 就是像我自己本身是 之前是實驗教育的工作者 然後我代青少年代了快四年了 然後以及剛開始臨時小學校 還有幾位發起的夥伴 他們其實也走入了現場 那我們在現場看到了什麼 其實現在的教育現場在推108課綱 那108課綱你會覺得 其實跟你也許前面聽的G0V的文化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但我們在現場卻看到說 學習資源很容易受限於考試 即使現在我們想要給孩子很多元的學習 但他一面臨考試 他甚至會指責老師說 老師你不要做教育翻轉 我考試進度都追不了了 你不要再浪費我的時間 有時候孩子會 然後老師可能也會覺得說 我可能會受到這樣子的壓力 然後家長也會責罵我 那我就要去調整一下 我可以使用的學習資源 然後再來就是 目前的科程制度跟競爭文化 其實教師要協作不太容易 他們可能就只能focus在自己的領域這樣子 那我們G0V這樣的協作文化 可能會就是在學校裡面 會有一點點難 自愛難行 然後再來就是 目前的科技教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像我自己以前在教育現場 有一些孩子 他的數位能力已經都比我好了 但是所以他們 老師們設計出來的教案 可能不符合現場使用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在想 那也許G0V的 剛剛說的就是這些專案的 坑主們或是貢獻者 他們有一些經驗可以把它化為 課程跟教案 帶到我們教育現場 所以我們現在 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這四點 那這四點我們怎麼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是 我們在2019年開始 零食小學校專案 然後我們就開始開發了蠻多的課程 這課程可能包含 怎麼做專案 然後以及專案的心法 然後以及像各個領域 像有教育的 有環境保護的專案 他們怎麼覺察問題 到提出一個解方 然後甚至跟大家一起 用數位的方式協作 然後我們也開始建立了 G0V Mentor的系統 希望有更多的長期的貢獻者 他們有豐富的經驗 可以來陪伴這群學生 然後我們除了自己開發這些課程之外 我們也會透過營隊 以及我們會直接跟學校合作 長期或短期的課程 那舉例來講 我們今年跟台中旅中 合作了一學期的探究與實作課程 所以在那樣一學期的課程 孩子們其實很厲害 他們二十幾個孩子 生出了八個專案 然後這些專案涵蓋 可能是他們生活中遇到的 或者是社會的問題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定期的黑客松 其實都會邀請所有 不論你是參加臨時小學校專案 或是去領地專案 任何的人來提案來協作 所以像那一次台中旅中的孩子 他們也最後把提案帶來了黑客松現場 然後最後是我們在這樣子長期的孵化下 我們會舉辦一個競賽 然後讓大家可以來分享一個專案 然後因為時間有限 我先跳到我們最後面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9月1號開始到10月30號 我們舉辦了專案孵化競賽 那這個競賽已經舉辦了兩年 這是這兩年的獲獎團隊 然後其實他們的面向很多 那在這幾個專案 總共有37件專案 其中有8件是學生提出來的 然後像大家看到的 有一個高中生108課綱教育資源整合平台 這個是一個來自屏東的偏鄉的孩子 他自己到了大城市之後 他覺得學習的資源落差很大 所以他希望可以自己整合 把資源帶回自己的家鄉 然後給學弟妹們 然後所以像這樣子的提案 其實是我們希望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然後陪伴各種可能剛起步的專案 不一定是學生也不一定是老師 你只是剛起步想要做一點事情 解決問題的人 都可以來參加我們的專案孵化競賽 然後我們的增見到10月31 然後是一個超級新修友善的 就是你現在去 你就可以開始提案 然後在這過程中 大家都會在下面給你一些回饋 然後你到10月31之前 你提案都還可以再修改 然後最後是大家專案要活 其實需要一點資金 那我們也是有獎金會提供的 那相信今天在場有很多的提案 其實也都可以考慮來投專案孵化競賽 OK 好 然後如果有興趣 像剛剛那個Minecraft 他們就已經有來提案了這樣 然後有興趣都可以直接Google G-Link臨時小學校 就會看到這個競賽的內容 好 然後我今天會坐在 就是Minecraft那邊那一組 然後我同時也會就是協助的 做這個專案 那如果你對專案孵化競賽的提案有問題 或是想要跟臨時小學校合作的話 都可以來找我 好的 我的時間到了 謝謝大家